各位所有觀眾朋友午安 今天全台灣都放了一天的颱風假 相信觀眾朋友不管你人在哪裡會在想 那明天還有第二天的颱風假 根據中央氣象局現在所呈現的資料 應該叫中央氣象署 包括我們剛剛也打電話給問的這個吳德榮老師 那現在我們一方面來看最新的一個狀況 今天全台灣全部都放了颱風假 你也感受到真的是沒風沒雨 那當然在北部是這樣子 路上颱風警報還沒有真正發布時 已經覺得好像要開始停班停課 明天的狀況比較詭譎 也就是說處在可放假跟不放假之間 每個縣市都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先看一下 從中央氣象署的衛星雲土當中呢 那搭配吳德榮在剛剛幫我們傳達的最新消息 第18號颱風山陀爾在台灣的西南方海面 今天清晨2點鐘 它的強度已經稍微減弱為中度颱風 那麼最近中央氣象署從路徑譴視預測圖當中 從它的路徑譴視預測圖當中顯示 這個颱風向東北緩慢在移動當中 還是緩慢在移動當中 預估會從加南附近來登陸 那麼它的登陸時間恐怕會延後到明天星期四的凌晨 注意聽吼它會從加南登陸 它的登陸時間會延後到明天的凌晨 因為走的實在是太慢太慢了 因為台灣整個阻擋它的水氣的一個符合 包括地形所產生的摩擦的作用 山陀爾颱風它的強度持續在減弱當中 對於登陸點的威脅 看起來是稍微有一點點降低 稍微有一點減輕 但是強度依然維持是在中度 伴隨它的破壞性的暴風跟順風強降雨 在登陸之後呢會持續受到地形的破壞 可能會迅速減弱為輕台 那麼預測的路徑則是有不確定感 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話 那麼彥榮製作人包括溫雅筑呢 我們可以一方面在我們的子母框裡頭呢 告訴觀眾朋友的路徑圖 路徑圖跟剛剛的圖 當然這潛式預測圖是不一樣的 所謂的路徑圖我等一下會告訴觀眾朋友 就今天晚上他的八點鐘的位置在哪裡 明天位置在哪裡 這個路徑圖我們稍後透過我們子母框裡頭 來告訴大家 不過因為預測它的路徑 仍然有不確定性 它的環流內還有強風豪雨的威脅 所以等於說提醒所有觀眾朋友 不管你人在哪裡 全國各地還是要慎防 因為預估預估今天才星期三 預估在禮拜五開始這個颱風會持續減弱 威脅慢慢減小的同時 我們也一方面看歐洲 歐洲那麼它的一個模擬圖當中顯示 颱風移動的速度一樣非常的慢 也相當的分散 等於說山陀爾它是處在一個叫做安行場 安行場內的一個運動的一個特徵 雖然這個颱風有減弱 不過依然是中度颱風 伴隨它的破壞性的中心位置登陸之後呢 應該整個山陀爾的颱風 持續會受到地形的破壞 迅速減弱為青台 但是全國各地 儘管它在從強台變成中台 慢慢變成青台同時 還是會有強風好雨發生 所以一直到禮拜五 等於說今天星期三 它未來48小時 對台灣的影響還是會持續 到了星期五 颱風才會慢慢減弱 威脅才會逐漸減小 好到了小周五才是 那麼這個地方提醒所有觀眾朋友 在恒春包括花東 要特別留意劇烈的風雨 身處在這個登陸地點的南高坪 應該要慎防它的猛烈的風勢 接著在出海之後呢 東北季風的共犯效應 可能為基隆宜蘭帶來強勁的風雨 至於在台北跟桃園等地 入夜之後風雨漸漸 那麼在今天晚上入夜之後 風雨可能會漸漸轉強 預計狂風暴雨的登陸時間 應該在登陸之後的明天 另外包括在新竹苗栗 在閻卡的風勢非常強勁同時 颱風在出海之後呢 新竹苗栗它的雨勢才會慢慢增強 那麼在離島因為有 這個海峽的一個所謂的 峽管效應呢 風大雨是比較小 那麼停班停課呢 當然要問這個各個地方 縣市政府看這個標準 不過今天因為 今天的風雨離 停班停課的標準似乎很遠 但是也都停班停課了 有人說反正這一切好像政治考量 依照這個專業判斷 明天風雨介於在停班課之間 好今天跟我們共同參與直播12點13分 包括了民進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呢 王一川來到我們現場 那一川五安 大家好 你剛剛沿路走過來怎麼樣 風雨感受到 五雨 但是高架橋上風還是蠻大 風還蠻大 但是外面就已經昏天暗地了 昏天暗地 海北 那余將軍五安 五安大家好 那你剛剛沿路上從桃園過來 都沒塞車 車非常的順暢 哈哈哈哈 因為停班停課 今天所有的公司行號 沒有上班上課 很多的店家 都休息 也休息 其實我覺得好像可以開張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晚上之後 還是要注意安全的一個問題 好我們今天有非常多的議題 當然這段時間 大家在關心有關柯文哲 柯文哲昨天本來預估說 第五度要被提訓 但是他拒絕了 就拒絕出現了多方不同的說法 這個拒絕時間點 又剛好是在這個豬牙虎 坦承他有行賄之後 因為豬牙虎一旦他坦承行賄之後 這個時候柯文哲的證詞 柯文哲的提訓之後的內容 相信是關鍵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他會拒絕呢 另外我想請兩位談談 最近比如說 昨天出現了一個爭執 我想請教川哥幫忙還原現場 昨天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當這個賴清德總統在參加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院長對總統 進駐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呢 跟地方首長進行視訊 當然有助於去掌握實際的狀況 包括各個地方縣市政府 就他們的現況裡頭的資源 包括了人力需要什麼協助 透過了中央應變中心提出來是最好 而是最有效力 但是昨天出現在花蓮 在花蓮當地遇到強風好雨之後 甚至要強制性的撤離 據到底要有多少人 好像出現了不一樣 今天網路當中也開始在傳達一個訊息 說總統拿到錯誤的資料在修理花蓮 我不知道狀況到底怎麼一回事 來 宜傳 這個總統進駐應變中心 跟行政院長進駐應變中心 跟各縣市長連線 這個是常態 連線的目的 因為縣市長都在地 所以他們報告回來的跟台北的感受是不一樣 譬如說台北只能看 剛剛小軍姐放的那些影像 說這個好像很急急急急於風 怎麼樣 可是在地的縣長他能夠感受 好 那在地的縣長就會報告說 我們這裡現在的狀況 譬如說我們應該有多少人在山上 什麼地方要請他們撤離 然後到哪一個活動中心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個時候這個行政院長就會問 那就是說那你們預計要撤離多少人 現在撤離多少人了 遇到什麼困難 要不要國軍幫忙 那這個學校的活動中心有沒有困難 或者是任何這個疏散區的物資 譬如說這個吃的東西這些睡袋什麼什麼 到底夠不夠 那如果不夠 因為國安部都在 國安部的各軍區的這個應該是司令 這些少將們都在 那他就跟國安部說那你們趕快去支援 不管是地級軍團 那這命令 因為總統或行政院長一下打 在地的那個軍隊部隊 就動了 動了之後就會通知縣政府 其實縣政府的應變中心裡頭 也有軍方的代表 那這個一對上之後呢 軍方就出場幫忙了 那所以這種會議都在確認這些事情 那昨天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花蓮每次颱風一來 都需要撤離 因為包括秀林鄉 新城鄉或者是封兵這些萬榮 這些地方都有很多人要撤離 那撤離又是預防性撤離 就還沒來就要撤離 那所以總統就問了一句說 那你們現在撤離多少人 那這個徐政會縣長就說 我們現在撤離了三千多人 那總統 因為總統手上拿的資料是八千多人 總統拿的資料就是 這個攝影機對下 我們來看一下 總統拿的是這張表 那這張表是花蓮縣保全戶人數 調查表 那這個有花蓮的也有台東的 大家都有這個表 那譬如說這個花蓮市 風林鄭 玉里鄭 這些都有聯絡人的相關資訊 跟他們必須撤離的人數 比如像這個花蓮這個有20個人的 144個人 330個 這個加一加就是八千多 那這張表是花蓮縣的民政處提供的 提供給總統的 提供給應變中心 應變中心 這個障害應變 全國應變中心 全國應變中心就把這資料拿給了總統 那總統就問說 欸不對啊 我手上是八千多 那徐縣長你怎麼講三千多 那徐縣長就很堅持是三千多 那後來大家去比對說 徐縣長講的三千多到底是什麼 就是它這個資料裡頭有土石流跟這個叫做大規模崩塌 土石流大規模崩塌 土石流大規模崩塌 可是呢 它有另外一個選項啊 另外一個選項叫做孤島 就是有些地方會變成孤島 就是說它可能道路會中斷 它那個地方沒有問題 它那個地方也沒有土石流崩塌 可是那個部落那個村莊可能70個人 可是上去的那條路啊 會壞掉 所以它就變成孤島 所以加上後面的這一批 加一加就是八千多 那徐縣長一直在講前面這三千多 所以他們的對話就總統就說 欸我手上是八千多 那你手上是三千多 可不可以請縣長跟縣武團隊再確認一下 那這個徐縣長就開始講說 對 憂婚人命當然 對 徐縣長就不談這個題目了 他就說花蓮需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我們的國道 我們就是把之前那個花蓮的地方建設又講了一遍 那總統也聽他講完 那總統也說 那現在還是請縣長跟縣武團隊 確認一下到底是多少 那這話裡就沒了 那總統當然是出於他的關心 就是說如果我掌握的是八千人 那你縣長說三千人 那這兩個數字一比 哇那你們還有這麼多人還沒撤離 對 那有沒有需要幫忙 最主要原始的初衷是這樣 後來當然網路上就開始說 這個賴總統 為什麼拿錯誤資訊 縣長都講三千多了 那總統為什麼講八千多 那總統是不是故意的要修理許縣長 總統沒有必要去修理許縣長 總統單純 我要講 總統因為他能夠請國網部幫忙 因為我們經常信 就像這樣就知道 經常信說每次要救災 我們就看到國軍 不管幫忙輸運 或者是幫忙清理道路 當然國軍有時候就說 我幹嘛幫你大家去洗馬路 可是這些都是 國軍有時候就是都會幫忙救災 所以這個題目就變成 網路上就開始洗說 賴總統為什麼對許縣長這麼兇 可是各位知道 賴總統以前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也做過有點類似的事情 就是山上的人要撤離 可是山上的人不撤離 山上的人住在山上就是說 我這裡很安全 我為什麼要撤離 我們竟然會遇到這種民眾 那賴總統之前就發生過說 他就在那裡等 等 等你們撤離 他不離開 他就在那裡等 等就說 譬如說山上還有50個人沒撤離 那已經撤離200人 還有50個 他就是牽手家園 可是市長覺得說 你們一定要離開 你們不離開太危險了 一個一個勸 一個一個勸 勸他們離開 所以他變成很在乎 這些可能會遇到災害的人 他如果不離開 真的遇到狀況的時候 政府承擔不及 所以他才會提醒 許縣長說 沒關係 縣長跟縣武團隊 你們再確認一下這個數字 就這樣 但是也能夠被網路上洗成說 這個賴總統很生氣 很生氣的在責罵 這個許縣長 許縣長也是 也是父母官 那總統也是父母官 這兩位 大家都是為了這個 就是說能夠盡早做好準備 那因為中央資源比較多 當然要趕快協助 我們以前在牌中 我們有一個地方叫和平區 就是谷關離山的和平區 每次連線的時候 和平區就會提需求 因為他們那個地方 很容易道路中斷 所以他們經常性的提需求 提久的時候 像我們交通局 我們就知道 他們一定會提輸運需求 要把他們冷測一下 所以只要我們發現這個 我們快開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的時候 我們立刻通知客運公司 派一台客運車 直接放在和平區公所 等門口 然後跟那個區長講說 等一下開應變中心的時候 這個需求我們先給你了 然後你就不用特別再提了 那他來車的那個司機 跟他來車 就你區長你調避 就是這種方式 所以災害 這個是都還沒發生災害 那中央地方大家要合作 其實也沒有必要把它導成 很政治 說這個總統跟縣長之間不愉快 大家都沒有不愉快 只是為了確認而已 可是我覺得最近的氛圍 的確有一股力量在行訴 賴清德動不動就罵人 賴清德動不動就修理的 內閣部會首長 甚至呢朝向賴清德 儼然是一個暴君非常跋扈 有幾次事件 包括衛福部長邱太元 在講這個環欣晉部長 這個彭啓明的事件 還有最近他 臨臨現場去這個將官 的一個典禮當中 一站進去 現在散播消息說 賴清德說 你們怎麼通通沒有 沒有站起來呢 來我不知道實際的一個 散播到到底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重點是說真相是什麼 俞將軍你所瞭解 有沒有這樣的氛圍 對 我先要講 要擊毀台灣不容易 因為台灣現在一直在強化 我們整體的國防實力 但是呢要分化台灣 要用時間 三軍統帥是誰 賴清德嘛 是三軍統帥 他是民選的總統 也是三軍唯一 這個能夠指揮三軍的統帥 那麼要如何讓台灣分化 就打破你的三信心嘛 我將官討厭我的三軍統帥 你下命令給我 我就敷衍 我就敷衍 為什麼會敷衍 我討厭你 他要營造這種氣氛 將軍討厭三軍統帥 然後呢 讓你的士兵覺得 你這些將軍都軟弱無能 被三軍統帥念 怎麼連坑都不敢坑一句 兵不信任將軍 將軍討厭三軍統帥 這個部隊不能打仗 就是你要瓦解一個 一個國家的國防實力 最好的方式是瓦解他的三信心 那這種方式 其實三信心建立不容易 總統 我們在軍中的時候 總統到部隊去 你很少看到總統在部隊罵人 因為他不需要罵人 每一個 每一個將領 對總統 不是每天都能見面 久久見一次面 當然希望把部隊 最有戰力的一面 表現給總統看 那總統不要說罵人 總統只要那一天 笑容少一點 我們內心壓力都很大 真的啊 笑容少一點 是真的 對你說不管是以前 李登輝到部隊來 或是陳水扁 或是馬英九 到部隊來 如果總統離開的時候 臉是鐵著一張臉 我們心裡都很難過 哪裡做得不夠好 我們還要加強訓練 一定會檢討對不對 一定會檢討 會開檢討會 就是從哪一個 哪一個環節 哪一個總統開始臉不好看 一定開這個檢討會 一定會 然後最後就無限上綱 一定會 一定是這件事情 一定會 這個檢討會是為什麼 是來自於部隊長 對於總統的尊敬 我們希望總統來 都看到我們最好的一面 那如果你負面的解釋 把他認為說 你看總統一來 勞民傷財 他不是來勞軍 他是來勞軍的 他讓這些軍人過不好 心情很緊張 這就是一種所謂的營造 討厭三軍統帥 憎恨三軍統帥 三軍統帥很兇 三軍統帥不講理 很跋扈 對於這個士兵 相當的侵蔑 這種氛圍 只要一產生以後 我要告訴大家 這支部隊不能打仗 這支部隊不能打仗 所以我才講 我相信賴清德總統 也沒有當過三軍統帥 也是第一次 其實帶兵是一件非常難做的事 領導統一是一件非常難做的事 所以我們從小官開始 從排長開始 我們不要說看總統 看到我們的營長來 那就是我的天 如果今天營長不高興 臉色很臭 我們營長以下可能都要開檢討會 所以當我們一步一步走到了營長 走到了這個旅長 升到了將軍 我們到部隊去 所以很多人講說 這些將領 他的心情好與壞 弟兄都不知道 我們要營造一種氣氛 就是我手下有三四十個連長 每個連長都在 他們的心目中認為 我在旅長的心目中是最紅的 旅長最重視我 這個主官的領導統一成功了 每一個人都認為 他是將軍心中最好的一個領導者 他會為你拼命啊 可是如果呢 你讓這二三十個連長裡面 只有一個人認為 我是將軍心中的紅人 我是旅長心中的紅人 這支部隊完蛋 只有他會替你拼命 而其他認為在長官眼中 是那種所謂的黑棋的人 他说你紅五類去吧 我不做了 所以我說擔任一個領導者 一定要營造這種 即使你不高興 即使你不高興 你心情不爽 千萬不要表現在臉上 這一表現在臉上 自己可能沒有那個意思 就是我不太高興 我不太舒服 我沒有罵人這樣還不行嗎 可是只要你的臉上表示出不悅 或是鐵青的臉 下面就大地震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領導統一 那因為顧立雄也是新的部長 那三軍統帥也是剛剛接三軍統帥 他沒有這種意思 那你可以還原一下他當天的狀況嗎 當天 在這個面對這些將領的時候 這我來還原 你來還原一下 坐著跟起立之間 我們這兩天有了解這件事情 這事情發生在今年的八月 現在已經十月了 發生在八月 那八月發生完其實也沒什麼事 因為到後來九月也辦了一個類似的茶會 那這茶會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總統每次到三軍的場合 不管哪一個部隊去 總統只要一下車 起立 那就是街機的 街車的每個人都會進立 然後進到室內的時候 就大家起立 那我不知道沒有鼓掌 反正就是大家就會起立 這樣子 那一天是一個 一個不是在掛街的那個會議 不是典禮 不是茶會 它是一個茶會 對 所以這些要參加茶會的人 就通通坐在這個位置上 那那個茶會當然也不是排排座 他就是可能是幾張桌子這樣 那這總統走進去的時候 那總統就有點 就覺得說 我每次參加這種國軍的 參加國防部的 參加什麼的 進去可能會有很 大家怎樣怎樣 那總統就問了一句 問了顧立雄 說今天怎麼沒有起立 這樣子 顧立雄說今天是茶會 然後總統就說 哦哦哦這樣 就這樣 對 就是 就是 顧立雄跟他講說這是茶會 那總統說哦今天是茶會 是 那就沒了 就沒了就這樣子啊 就沒了對不對 就沒了之後 可能就是 就是大家都在看嘛 看總統跟顧立雄的 講什麼 講什麼嘛 那也許是聽到或者後來去問顧立雄說 總統到底 剛剛跟你說說了什麼 那就剛才先講了嘛 就是如果這個長官離開部隊的時候很開心跟大家一起拍手 或者長官就原來多了少了一個五分鐘的行程 本來要去看那個說我不要我要走了 諸如此類的 那大家 部隊一定會討論說到底是 哪個環節出問題 出什麼問題 那其實總統也沒有很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後來九月又再辦了一次 那也都是一模一樣的 對於一個三軍統帥賴清德來講 他也進入另外一個學習階段 嗯 對不對 我要怎麼跟國軍之間的互動 因為你起立對我來講 我可能要以更高的一個尊榮respect你 嗯 那我我所以我覺得賴清德問這句話 是他心中是有一些想法跟做法的 是就是說 嗯 怎麼講就是當到總統 對 他跟這個民眾跟國軍 嗯 接觸的動作 是 講的話 是 小動作 嗯 就會被規範了 嗯 就是說 以前比如說像蔡總統要卸任之前 跑去 欸不知道 好像去美國 要去哪裡 然後他就沿著一條路 然後跟民眾揮手 然後忽然間就往那裡走了 嗯 那所有包括 就是水護每個人都很緊張 對 你怎麼忽然間往那裡衝 我們的路線沒有往那裡 沒有這一條 嗯 那 也不能隨心所欲了 包括什麼吃東西什麼 昨天 那天蕭美琴 接受我們直播的時候 對 他就說 他想要去逛超商 嗯 超商 對 他說申請很久 申請啊 然後跟裡面的人 都幾乎快吵架了 哈哈 他說 我連去逛超商都不行啊 他說因為他們要去逛超商 然後就 要來檢查 為安全部部署 對 然後就說 他是爭取到 去逛超商 哦 所以 當然就是說 總統有總統的高度 他是三軍的總統 如果我這樣講啦 如果今天這個茶會總統進去 也沒有什麼理解 總統進去說 大家好 我是劉青町這樣 下面的國軍會怎麼說 這總統沒有總統的樣子 會覺得很奇怪 會覺得總統沒有總統的樣子 這也一定會被批評 是 就是說 總統太輕鬆 也是被批評 那總統在國軍的場合 嚴格好像就是軍方認為 應該就是很嚴格的這個場態 對 不過這大多數是調適 那也不用特別去解釋說 總統對國軍 就是說安排的這個事情 一個總統不會管到 管到那邊 我跟各位講 我們開中常會啊 是 禮拜三開中常會 嗯 我們就坐在那裡嘛 總統就 這個門打開 然後時間 一點半離到 那個門打開 總統就是 都是自己走進來 後面跟兩個水戶 走進來之後 水戶就在外面等 嗯 那總統就這樣一個人走進來 連秘書長 我們全部都坐在位置上 我們從來沒有人起立過 我們還在討論說 欸對齁 為什麼總統來開中常會 我們都沒有人起立 他說 不用起立啊 就 我們都坐好了 然後一點半準時 總統就坐在位置 就開始開會 所以 每一個場合 有每一個場合的 大家習慣的樣子 那可能在軍方的 這一塊可能是 輕鬆 或者是三軍統帥的樣子 可能這部分都還需要磨合 但是到最後 我看到在 talkshow節目所討論的真相 已經完全被扭曲 甚至根據扭曲的事實 再進一步衍生跟評論 哇 這個是變成錯假消息 繼續在擴散了 我要強調一點 國軍跟別的單位不一樣 國軍從吃飯睡覺 敬禮跑步運動 都有一本規範叫 中華民國國軍軍人禮節 所以國軍的吃飯 國軍的餐會 國軍的茶會 國軍的典禮 周會 月會 一直到早晚點名 都有一套完整的規範 那其實 不要說賴清德啦 之前馬英九 李登輝在的時候 他們剛剛接總統的時候 其實也鬧過很多笑話 在三軍官校學生要進任 這個出任官的時候 馬英九還不知道要怎麼去受接 因為這個後來開始 因為我們認為總統一定會知道 那可是他真的不知道 他沒有做過嘛 所以從那一次開始以後 馬總統或者是新任的總統來 我們會牽請他到貴賓室 在地上畫好 那個講台上模擬的位置 然後由我們承辦單位 因為在維安人員的所謂的引導之下 會讓總統在貴賓室做一次全程 我們都會這樣做 因為就是怕說 總統萬一不懂怎麼辦 那你又不能去糾正他 他是總統 所以我們會在典禮之前 先做一個預先的說明 那我覺得其實即使是茶會 賴清德總統又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其實我覺得國防部 如果要避免這方面的問題 不妨按照國軍的軍人禮節 在總統要參加重大會議之前 國防部的承辦單位 在部長的陪同下 先到總統府 去跟總統面報所有的程序 我以前辦過這個 陸軍官校的出關禁人典禮 我們還帶著所有的簡報圖 走位圖到總統府去 跟總統報告過 親自要跟總統報告 總統一問就在那邊當場問 然後說好 我還有哪些不了解 我當天我會提早20分鐘到 到貴賓市你也念給我看 其實因為總統的行程 都會被人家用放大鏡去檢視 所以我覺得尤其是第一年 尤其是第一年 三明統帥的第一年 他所有的典禮他都沒有參加過 都是第一次 你說他是副總統 他真不知道 有很多的行程只有總統去過 副總統不可能碰過 所以他第一年的第一次 所有的行程 你不能認為說總統一定會 以前蔡總統會 以前馬總統會 所以賴總統也一定會 不會 所以必須要更謹慎 承辦單位就是要把總統 講清楚說明白 而且我覺得最容易被放大 檢視就是軍人的行程 你不能夠簡化一些必要的過程 按照國軍軍人禮節 就是這樣來做 茶會 餐會都有一定的行程 我記得餐會 我們以前在官校辦理總統餐會 總統進來之前有門事會開門 總統好我們裡面就起立 還是會起立 裡面有老百姓啊 也有學生的家屬啊 對不對 然後指揮官跟總統 敬禮報告監視什麼樣的場合 什麼樣的會議 坐下的那一刻開始 才進入輕鬆的場合 在總統進來之前 其實都是按照軍人禮節在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國防部可能要 我覺得要注意一點 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是第一年 後面還有很多賴總統 要參加的場合 可能都是他第一次 所以國軍不能認為他一定會 也不會認為他理所當然一定會 而且部長現在又是文人 他不是像以前的部長是軍人部長 是 所以部長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各個承辦單位 從人事到後勤到政戰各部門 所有是三軍統帥要到的 我覺得要更加的謹慎 我相信顧立雄部長經過這一次以後 他會更謹慎 因為他也是第一次 那這個你就會說 他不是一個公開行程 現場也沒有攝影官 他就是一個查會 他不是一個要被記錄起來的行程 那為什麼八月的事情 到現在九月底 十月初 被拿出來 然後裡面的描述 就我剛剛那個描述 就無限的衍生 無限的衍生變成總統摔東西 摔東西 對 塞資料 茶會有什麼 哇 開始無限上綱 所以很多的假消息就開始 加油添醋了 對 然後呢 最近 昨天又傳出一個說 要進階的 要升官的這些將軍的籍貫 要填 然後呢 說什麼 賴總統想要知道大家的籍貫 籍貫我們 現在的時代很少填什麼籍貫 可是 這個軍方可能 基本資料表會有這個 軍兵表 兵表還會有 對 然後呢 這也 就是說 總統不會去管那個表 就是人家拿給他看說 今天這個是 玉北城 是哪裡什麼人什麼人 幾歲 以前當過什麼什麼 就是這些資料 那這個表都是自視的 結果昨天大家討論說 賴清德為什麼要知道人家的籍貫 好 那他就說 沒有這是軍方本來的表 所以昨天到前天 所有的一些政論節目就說 總統你知道人家的籍貫到底要幹什麼 然後呢 這個籍貫以後不應該填 是 那 顧力雄昨天就宣布說 那以後就不填籍貫 那以後不填籍貫以後 今天早上又開始了 所以你們要搞台獨了 所以這個人是湖南人 總統都不用知道 然後軍 每個人都不用寫他的祖籍了 對 都不用寫說 他是湖南的什麼長沙 或者什麼 就不用填了 然後這個就是數點忘族了 連自己的祖先哪裡來的 都不用了 你不覺得這個就是一個造謠嗎 是啊 從造謠開始帶風向 然後帶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認知作戰 去行訴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三軍統帥 這很可怕 很可怕 我說我在人事部門待過 我在國軍的人事部門待過 那個進任將官的履歷表 那就是第一個姓名 單位集職姓名 然後你如果要進任官的話 還會有你的祖籍 然後經歷 然後這個所謂的居住的地址 這是一個既有的表格 從我中衛到現在都沒變過 我們即使在外面現在 填很多基本資料 還是有籍貫或出生地 其實還是有啊 一直沒有改 其實我從中衛到我升少將 這一直都沒有改 那麼其實大家看一看就是 哦你是山東人 哦你是江蘇人 會問一問而已 那很明白我們這種年紀 一定是出生在台灣嘛 這連問都不用問嘛 那會說你家住哪裡 住桃園或住台北市 那我覺得只有一種人 會用這個來做文章 就是要分化台灣的人 因為台灣現在主籍問題 籍貫問題已經無法分化台灣了 因為都生在這裡 對 他刻意要把這個事情放大 把它放大 然後讓台灣不同的族群 各自去做分化去做對立 其實這是有些人是在做的 所以說我一直在強調嘛 一個部隊如果沒有信任長官 信任部署信任自己 這三個信心沒有了 這部隊就瓦解了 所以現在他一步一步在做 然後在某些政論節目上 不斷的在擴張 那政論節目怎麼樣去討論 賴清德跟軍方這個互動 他們散播出來的一個 錯角新聞狀況是什麼 他就講啊 他說參謀總長第一時間 如果總統這樣摔資料 你應該就站起來 要捍衛你的部署 否則的話 你這都不敢講 你打仗怎麼下命令 這是完全錯誤的 軍中講求服從 參謀總長的長官 評論者為什麼可以根據一個錯誤 跟假的訊息進行評論呢 你評論一定要根據事實 那第一個就是說 以這些這麼資深的將官來講 你評論一個事情 你知道是不是事實同時是很容易自己去判斷的 其實 你為什麼會明知道這是個造謠 是個錯誤訊息 繼續拿這個錯誤訊息進行評論跟批判呢 怎麼會做這樣 其實如果要批判這些評論者的話就很簡單 你也當過將軍 你在將官任內 你敢不要說對總統 你敢對你的司令講話 像什麼 你敢不敢 不要說對總統 你是旅長 你敢對你的司令這樣講嗎 司令說 旅北城今天這一餐飯的菜單錯誤 回去馬上趕 你敢說 報告司令 那是你不愛吃 弟兄愛吃啊 你這麼多意見幹什麼 你敢嗎 你在職的時候不敢 你現在退伍脫掉軍服之後 你說現在參謀總長為什麼不敢 這就叫做什麼 華仲取寵 順其所好 就順著這些風向在帶 他要讓哪些人跟著走 跟那些沒有在軍中長期待過的人說 對啊 參謀總長為什麼這麼膽怯 參謀總長為什麼不敢聚以力爭 那叫造反 當你的部署 跟你提出不一樣意見的時候 可以叫意見俱身 那在討論的時候 當三軍統帥或是當指揮官下達命令以後 那是沒有意見俱身的 所以他就是用一個似是而非的方式 然後帶領說我們的將領無能 我們的三軍統帥跋扈困囂 所以呢 遭不到兵目不到兵 他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就在帶風向啊 就是台灣軍隊無用論嘛 所以我說用這些方式 來帶領風向 這到底是對誰好對誰壞 那衛福部長邱太元 這個事件裡頭 他的真相跟仕途又有被人要帶風向 他們又要傳達出什麼 這個部分來 益川你了解嗎 就這樣就是說大家在 因為牽扯到兩個人 還有彭啟明 說總統什麼打電話 標罵彭啟明 到最後的真相是什麼 因為彭部長我跟他聊過之前就聊過他 環境部部長 環境部部長 就是說他才當這個部長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處理氣候變遷跟這個減碳 就是說國際現在要求的這件事情 那環境部要求各個單位 公公單位民營的單位 大的這個碳排放的公司 一般的公司 就是包括交通工具 大家都要一起減 那就討論到了有一個叫醫院 那醫院也是大戶 也是排碳的這個大戶 那就變成說 這個環境部通常都做壞的 因為他做的事情都是叫人家花錢 就是說為了環境 所以你要多付出一些事情 要買碳權 豬汁類 那對醫院這個體系來說 可能他們覺得這個事情 要多很多的成本 所以他們當然會抱怨 這很正常 每一個公司大大小小都要抱怨 生理在賣 你又叫我什麼節能簡單 然後叫我六錢 所以醫院就抱怨 那邱太元是衛福部長 他當然會抱怨 幫醫院抱怨 這都很合理 就那個產業一定會抱怨 你說經濟部會不會抱怨 一定會 經濟部用電大戶 也一定會抱怨 那環境部就是開始去協調 協調這些事情 那當然這個賴總統 就跟這個醫界很熟 那醫界 我們開很多醫界的會 健康台灣的什麼會 也會有醫院舉手 也會有院長舉手 大家說這個簡單 是不是可以再緩一點 不要那麼急 那這個目標是不是定的長一點 大家不要一下子 這樣我們成本會定很高 大家都會講 那當然就是 包括總統行政院長 大家都會關心 目前的進度 那邱太元到底跟彭啟民 講了什麼 或者是總統跟彭啟民 講了什麼 或者是卓院長跟彭啟民 講了什麼 不管講什麼 我覺得不管講什麼 對彭啟民來說 他當時來做這個部長的任務 就是要叫他減碳 大家面對氣候變遷 大家來減碳各個部門 大家一起要同意合作 他有他設定的目標 所以你說總統會不會打電話罵人 我告訴各位 總統不用打電話罵人 其實你跟總統開會 我們每個禮拜跟總統 跟黨主席開會 總統不要罵人 你就知道他在乎什麼 因為我們黨中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們有餘情 就是民眾可以打電話到民進黨中央黨部 會有接電話的志工 志工會鉅細迷移 記下每一通電話 非常好 那個是好幾頁 所以有時候各部門在報告的時候 我們都會瞄總統在看什麼 他每次拿起來那一份 就是餘情 餘情就這樣翻 然後翻完之後 像我跟吳征 我們經常被點名 被點名的時候 一開始會說 這個王毅川自從當了政策會執行長以後 講話都不風趣幽默 有包袱了 希望他能做回自己 有人這樣寫嗎 那有人會寫說 王毅川既然當了政策會執行長 講話就不要一直開玩笑 要嚴肅一點 然後他會出現在 比如說第一點跟第二點 就是兩個是矛盾的 但是就是 你看了你就會笑嘛 然後 因為我們的名字都會擺在 就是說那個餘情都擺在很前面 所以每次開中堂會一坐下來 旁邊的同事就會說 你又中了 你又中了 你又中了這樣 那就有一次因為中堂會報告比較早結束 那主席就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份這樣 那個毅川 這個大家這樣反應 你自己看一下 就這樣 這幾個字而已 是 你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 這句話是他生氣嗎 還是什麼 對我們當事人來說 對我們當事人來說 還是有點如作爭爭 對 就是你會 你會警戒 你會警戒說 哇 這總統忽然間點到你 因為總統就看到你的名字在那裡 有時候會看到吳征 或者說寫說 民進黨的發言人 那發言人 包括鑄冠田 那大家就會看 那這當然就是說 總統 總統會開出去 旁邊 譬如說我對面坐的王定宇 王定宇就說 阿你好阿你 你看 總統又說到你了 這樣 那 這件事情是不是總統在生氣 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 好那就是 有責什麼 有責 改之無責加免 好 好 鬧氣 求進步 就是 你不要覺得這個總統 好像在 指責你 因為我真的沒有遇過 總統 當著大家的面前說 你 怎樣怎樣 你怎樣怎樣 因為他應該不是這種 個性的人 但是 就是 很多長官就是不怒則威 就是說 當他不笑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心情可能不好 就死定了 職場上 大家都 都會遇到 但是說你要像 賴總統這種 我常常形容他很像 日本的歐吉桑 好 就是 很有理的這種 你要叫他罵人 罵髒話 或者是說很大聲的 刺責任何人 其實應該是很難 沒有我舉個例子 來是是 很多人就講說 用賴總統 因為他剛剛擔任總統 這段時間 大家都用放大機看他 總統不一定要罵人 我舉個例子 在我大概15歲的時候 我進入中正育校 那次總統是誰 是蔣經國 我們以前在小蘿蔔頭 到了軍校吃饅頭 以前中正軍校的饅頭上 都是麵粉蟲 跟芝麻一樣 我們有個同學 他不敢吃麵粉蟲 他就把那 饅頭皮的麵粉蟲的皮 全部都剝掉 就把它擺在餐盤上 他只吃裡面那個 沒有蟲的部分 各位你知道蔣經國的總統 他下來巡視部隊的時候 他看到這個同學 餐盤裡有剝了這麼多 饅頭皮 他也沒有罵人 他笑笑的 他就把那 饅頭皮拿起來說 其實這個也很好吃 就放嘴巴吃掉了 你知道我那個同學 吃了一學期的饅頭皮 那個臉長臉都青了 誰叫你剝饅頭皮的 你剝了皮 總統吃掉了你知道嗎 火防兵被罵 我們全部都被修理 為什麼 剝饅頭皮 以後剝饅頭皮 那是大逆不道的事 然後火防兵開始做饅頭 要用那個塞子 把麵粉蟲塞出來 總統沒有罵人 蔣經國沒有罵人 他是笑笑的說 他說這個饅頭皮 其實很好吃 拿起來就放在嘴巴裡面 那一個動作 沒有罵人 所以說 你說君子 不一定要發怒 他笑笑的 他一樣有他的威嚴在 所以我說 如果這些人要捕風捉影 用這種方式 去破壞三信心 我就舉這個例子 經國先生沒有罵人 他做這個動作 那你說他該不該做 他做的動作意思是什麼 他真的想吃饅頭皮嗎 他的內心也是說 不要浪費 要節儉 在饅頭皮要吃掉 所以我才說 這樣子捕風捉影 這樣帶風向 分化三信心 我覺得是太不道德了 對 不過因為今天 透過你們兩位的解說 那今天明天的中場會議 在今天颱風天不用開吧 對不對 對 昨天就要回來 OK 那麼線上 我非常開心 12點50分 我們的板手啦 像是會立了 涼涼包又出現 我不知道這兩天 你們到底在忙什麼 因為我看到好幾次的一個 直播裡頭或影片裡頭 好幾個朋友都不在線上 最近今天通通又出現了 來這個窮文會議 包括Kevin 還有涼涼包大家午安 利用今天阿川 不用去民進黨中場會 我可能把他留久一點了 那今天陪伴大家 我剛剛突然想 我乾脆今天其實多節 我們都可以直播 你們今天等一下可以有 這個文化大學國發所的教授 陳松心老師的直播 包括了沈明氏老師的直播 我們一連串的直播 當然今天再難得 有這個余北辰余將軍 還有王毅川跟我們陪伴的同時 跟你談的這些 線上所有觀眾 你們可以根據他們 包括的嘉純 包括自根龍 還有秋瑾也都在 OK Kitty也都在 你們可以提出 對這兩位 這兩位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名店 富貴食鹽黃金芝麻醬 家庭必備百搭神醬 嚴選土耳其特有頂級黃金芝麻 含豐富不飽和脂肪酸 類黃銅及膳食纖維 健康滿分營養美味 濃醇香氣爽口不油膩 一醬百搭功能萬用 涼拌豆腐 生菜沙拉 拌麵拌飯 火鍋沾醬都美味 各大餐廳及民廚指定愛用 第一名店 富貴食鹽黃金芝麻醬 9月30日至10月13日 獨家限時優惠 每瓶折價90元 旨在全台好市多 大餐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